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管我做什么 你就说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落里把缩的 我还有事呢 我不知道 你自己不是在那里吗 这样的态度 陈思廷根本不想跟他多说一个字 我在那里 你们也没把我当什么 我就是来问你这么点事 你都要这样吗 信不信 我闹得你不得安宁 陈思廷垂下了眼 果然又是这样 以前只要有什么事情 没有让他如意 他就要闹 他自己不要脸 不怕给下人当笑话 非要带着他 这种日子 他是真的受够了 有时候真的想随便找个人家 嫁过去算了 只要能摆脱他们 想想 他还真是憋屈得很 你又想做什么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只需要告诉我就可以了 陈思廷起身 往外走去 你可以去问我娘 说完就直接出了门 他不走 自己走总行了吧 横竖他现在屋里 也没什么之前的东西放着了 陈思廷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 可不管陈思文怎么叫 陈思廷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哪里敢去找那个女人 他也就是只能欺负一下陈思廷 就连他娘 也只敢在背后说些什么 从来不敢跟那个女人正面对上 陈思文这一次算是鲨鱼而归 回到自己房间 只能哭到了他娘那里 娘 他们太欺负人了 好女儿 快些跟娘说说 是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那个死丫头又欺负你了 今天我去问那个死丫头一点事 结果她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 我回去就气得摔了东西 结果谁知道 丫鬟去库房领东西 还被赶了回来不让领 茶壶也没有 你让女儿怎么回啊 什么 你在这里等着 娘去给你出气 说完 小陈夫人就带着人 直接去了库房 到了那边 对着掌管库房的管事 就是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小陈夫人 您今日就是让人把我打死 我也发不出东西来 府上有规定 一年六套 每个季度一套 剩下两套是备用了 今年这一年 唐小姐让人来领了十三套了 远远超出了标准 这过年都还有一个来月 一个月一套多 再大的家底 也经不起这样摔 摔得多点怎么了 她是主子 还是你是主子 这府上的东西是陈家的 我陈家人 怎么就不能用了 你今日要是不给我 拿出东西来 我还打 我只能用这一套了 我只能用这一套了 我只能用这一套了